狂風暴雨橫掃 樹木全被吹得東島西歪 今年第十一號颱風薛蘭洛步步逼近日本沖繩南方 住在南大東島的日本人只能眼睜睜看著 岛上主要的經濟來源甘蔗田被強風吹到島成一片 日本氣象廳表示薛蘭洛的威力 將持續增強 甚至可能帶來一小時一百八十毫米的驚人餘量 美國氣象預測顯示薛蘭洛暴風圈涵蓋納霸 本島可能衝擊當地的美軍基地 更可怕的是臺方的路徑詭譎多變 先往南再轉北 暴風圈可能兩度重創衝生 南韓氣象單位也認為薛蘭洛吞食位在琉球東南方的 准颱風梅花 可能性非常高 南韓氣象廳表示 如果薛蘭洛真的吃掉梅花 強風域影響範圍將會更大 也會對朝鮮半島帶來更嚴重的威脅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B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